这里是乾隆皇帝玉林的地宫 乾隆的地宫一共有四道石门 这个是第一道石门 其中前三道石门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门的中间有方形石柱 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第一道石门的上面有一个很深的裂缝 其中前三道石门都有裂缝 这些石柱就是为了防止地宫坍塌而设立的 每道石门前后各有两根石柱 一共是十二根石柱 这是第一道石门的前两根石柱 这两根石柱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在石柱的上面两侧各有一个凸起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道石门后面两根 以及第二道第三道石门的八根都是一样的 这是咱们工作人员在1989年织上去的 但是前两根石柱是什么时候 谁弄的我们就不知道了 到现在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七岁年代第一次进来清理地宫的时候 这两根石柱就已经在这个地方了 我们现在都知道 有组织的进入玉林地宫 前面还有两次 第一次是孙电英盗墓 这两根石柱肯定不可能是孙电英给织上去的 还有一次就是溥仪安排的人来清理地宫 他们的日记现在还保留着 记录的非常非常详细 但是里面没有记载这两根石柱的事情 那最后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清朝的时候织上去的 如果再往前推的话 地宫最后一次打开 是乾隆皇帝下葬的时候 因为乾隆是最后一个下葬的 乾隆下葬之后就再也没有打开过 里面地厚的棺果尺寸都比较大 如果在乾隆下葬之前 就已经织了这两根柱子 棺果是进不去的 只能是先把乾隆皇帝棺果放进去之后 再织上这两根石柱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证据 就是在嘉庆四年 当时负责御林工程的大臣 发现第一道石门上有裂缝 并且上奏了嘉庆皇帝 但是什么时候织的这两根石柱就查不到了 皇陵的建设一般都会有记录 也是为了方便以后维护 而且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朝代 所以关于地宫的资料非常非常多 关于这两根石柱的记录 为什么查不到呢 乾隆皇帝是已经确定的 中国历史上活的时间最长的皇帝 玉林在乾隆生前就已经开始建设了 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 持续了很长时间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觉得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故意不去记载 说白了就是家丑不可外扬